女人为什么喜欢闻男人下面这几个地方呢 我跟你们聊一点 女人都不愿意说的秘密哈 你们最好呢 还是先点个赞收个藏 等没有人的时候 你们仔细的听仔细的品 都说好色是男人的专利 其实女人是最好色的哈 就是越好色的女人呀 越喜欢闻男人身上这几个部位 特别是脖子 就是那些结了婚的男人哈 他们特别有发言权哈 女人喜欢把脸埋在男人的脖子上 实际的吸 因为这样呢 会有一种被男生包裹住的感觉 而且脑子里想的呀 都是一些害羞的事 尤其当你们很久没有见面的时候哈 那他第一件事呢 就是扑到你的怀里 左蚊右侧脑 就好像呀 要把这几天的缺失全部补回来一样 其实呀 男人身上这种味道哈 尤其是男士荷尔蒙的味道 而且这种味道哈 对女生来说呢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全感 特别的治愈 要知道哈 女人呢 天生就是嗅觉动物 她们对味道哈 非常的敏感 这也导致了她们的心情 会随着香味发生改变 就像那些男生哈 经常爱出汗 身上有一股汗酸味的 女人闻了呀 真的是很烦躁 对你一点亲密的想法都没有了 而那些高段位的男生哈 在见女生之前 都会提前用鼓笼香水灶 把全身洗个遍 就能符合自己的情调 很自然的一种香味哈 如果说你不会选哈 今天呢 我就给你们推荐一款 男士的鼓笼香水灶 它的泡沫非常的绵密 也叫做玫瑰精油灶 是那种女生特别喜欢的味道哈 闻上去哈 让你感觉到成熟稳重 既高级又有品味 关键它的香味哈 还很自然 若隐若现的那种哈 不是刺鼻的味道哈 它还会随着你的体温升高 慢慢的转化成温柔的花果香 当你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哈 香味呢 就慢慢的营造出来 真的这种体验哈 我相信没有哪个女生 能够忍得住哈 男生嘛 不要再犹豫了哈 赶紧去试试吧 赶紧去试试